未有暗香来命理有时终须有 命理无时莫抢求 女主化浅重活一世 对男二老公仲夜兰爱不起来 爱咋咋地 男主仲心舞也是时候展示真正的男友力了 挖墙脚一次不行就两次 直到化浅怦然心动为止 结局是贴还是逼 未有暗香来结局 化浅爱情转移大法好 仲心舞不堂且赢 前世的仲夜兰对化浅爱达不理 如今的化浅已是高攀不起 成过亲又怎样 挂名夫妻有名无时 合理安排上一了百了 仲心舞对化浅超爱的 更不会害化浅家破人亡 以后他俩好好过才是真的好 仲夜兰哪凉快哪待着 后悔就找个墙角哭 总的来说 这是一个前世仲夜兰推开化浅 现世报化浅重生推开仲夜兰 一比一打平的故事 仲心舞虽然和仲夜兰同性 但不是兄弟 是师兄弟 三人从小一起长大 从前 化浅喜欢仲夜兰 仲心舞喜欢化浅 化浅强扭得刮不甜 最后爱情没有 娘家也被连累 整个都没了 一觉醒来 化浅回到过去 和仲夜兰新婚艳儿 仲夜兰还没对化浅怎么着呢 化浅先不乐意了 对待仲夜兰冷冷清清冷冷 仲夜兰前世不是喜欢那个谁吗 化浅也不争了 也不抢了 当个红娘撮合她们总可以 仲夜兰得不到的就是最好的 反而变得主动 但是并没有什么用 仲心舞不是一个佛系的人 前世没和化浅在一起 不是他不想争取 是化浅眼里只有仲夜兰 不想醒的人谁都叫不醒 这下好了 化浅再来一次 不和仲夜兰一起玩了 更是看见了仲心舞的好 虽然仲心舞也被拒绝了几次 但是只要除透灰的好 哪有墙角挖不到 成功攻略化浅只是时间问题 就不要管仲夜兰有什么想法了 这一世的化浅魅力爆表 身边还有个忠犬护卫化荣周 有了他和仲心舞助攻 没有什么是改变不了的 结局 化浅重新选了一次 和仲心舞双向奔赴 所有的不圆满 都是为了最后的圆满 这才是男女主该有的格局